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蒸25分钟 转移到一个盘子上 放到不烫手的温度 拿出两个九曲丸 这个在压钞里面很常见 放到一个保鲜袋里敲一敲 擀一擀 把它弄成粉末 取250毫升的糖浸水 或者200开也可以 然后将九曲粉倒入 这里呢留一点 把它搅拌匀称 然后呢把糯米倒进去 很温柔地搅一搅 然后准备一个无油干净的容器来装啦 把糯米装进去 铺整齐 中间呢套个小洞 当然是越圆越好啦 但是不圆也没关系 再在表面撒上 刚才留下的一点九曲末 我呢一共装了三个碗 剩下两个碗 操作和刚才第一个碗一样 都装好之后 把它盖好盖子 我当下的温度呢 是适温二十来度 就可以直接放两天 两天之后看一看 哦 甜酒已经出来了 这是第二碗 哦 也出来不少甜酒 这是第三碗 嗯 也很好 嗯 也很好 然后就可以把它们 都放到冰箱里 放个四五天 放个四五天 口味会非常好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